可怜贞观太平后 天且不留丰德仪在中国的历史上 著名的贤王屈指可数 而李世民可以算得上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而他的贞观之治更是一个时代的治理标杆 几千年来治世的方法虽然不断变化 但归根结底还是某一个学派影响着军民关系 李世民他受到贞观年释放390名囚犯回家过年的法令的影响 待年后我问詹结局是什么 无论在任何一代人 都无法避免在情感与法律之间进行权衡 试图找到最有效的方式 从商周开始每个朝代都在做出自己的判断 而这些判断直接影响着历史的走向 商代时期起初国家实力还很强大 商人遍布天下 但也难免背负着严厉政府的名声 强硬的统治方式虽然有效 但一点也不人道 缺乏人情味的规则是不可避免的 不会持续的 这是周朝的开始 周朝吸取过去的教训后 周朝显然放松了很多 一时间百花齐放 无数门派诞生 但出现了一个问题 即门派众多 但没有一个门派是权威导致天下混乱 在秦始皇一朝焚书坑儒将著名的哲学直接推向悬崖边缘 只剩下一个那就是法家 法家非常了解统治者的心理 当他们用法律来统治人民 控制人民的思想时 始皇帝就成了他的心宠 始皇帝再次走商代的老路 将严酷的规则执行到底 终于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变革 人们骚乱 各地起兵 秦代在粉碎粉碎的声音中被吞噬 而刘邦既定的汉朝取代了他 汉代他汲取历代的教训 专心治理天下 在人情与法的两个极端之间 做出了历史上最中庸的调整 他不仅赢得了人民的赞誉 而且还用法律来稳定自己的统治地位 历史上没有纯粹的人证 也没有绝对的严证 只是哪个重要哪个次要的问题 然而 汉代的成功案例给年轻一代的统治者带来了希望 而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受益者之一 人证的表现总是会有点绝望 担心老百姓不买仗 担心老百姓太放肆 例如 李世民中的实验就是这种情况 为了赢得人民的支持 他一次性释放了390名死球 并同意年后回来 他真的能得到他想要的吗 事实上 在唐太宗李世民多年后 获得贞观之治并不容易 他不仅需要清理随末的烂摊子 还需要重新获得人民的支持 李世民他上任后减少了严厉的赋税 关注民生这温暖了千疮百孔的人民的心 国力也日益增强 唐太宗这一时期 他名养海外许多外国都仰赖他 称其为附庸 李世民的伟大之处在于 国家如此强大而不战乱 以得征服大众 对于不是听话的小国 只要不侵犯我们的边界 就让他们发展吧 在国内 李世民不仅了解民众的情绪 就连监狱里的死球 也能感受到他的温暖 在古代时期 很少有人有机会见到圣人 但在唐太宗时期 死球却有机会见到圣人 如果有机会 也可以期待一下唐太宗的慰问 我再次李世民突发奇想 决定去监狱看看 新年快结束的时候 李世民看到死老李的犯人 要等到年底才被处决 监狱里一个个都濒临死亡 他心中升起慈悲 心想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回家 过最后一个年呢 所以李世民冒着风险 颁布了一道法令 死老李390名死球 准嫁回家过年 务必珍惜最后的日子 待到年后入秋行刑之时 全部归来接受处刑 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法令 但对于一个死球来说 临死前几天的美好生活 也可以了 被认为是来自天堂的礼物 事实上 风险在于死球可能不遵守协议 一旦无人遵守 那就非常尴尬了 说明他的人证 根本没有任何效果 想必他也会反省自己 加强自己的统治 如果成功了 说明你的方法还是可行的 另外一层是来自官方的压力 这个决定肯定会遭到他们的反对 如果如果这件事失败了 别说百姓难以控制 就是麾下的官员 恐怕也会怨恨 至于死球 只要不回家凑点钱和食物 到人烟稀少的地方找个住处 就可以逃脱死刑 毕竟 如果不一次性在全国展示 390张通缉效果 那是不现实的 过完年就到了秋天 包括李世民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在担心 思考着如果如果死球不回来怎么办 就在这时时 奇迹发生了 390名死球全部返回服刑 起初让人担心的是 只有389名死球返回 但当他们正要派人追捕时 落单死球本人正悠闲地走向死球区 就这样 李世民的脸重新恢复了光泽 他赌对了 这在未开化的世界里堪称奇迹 放弃生命 选择心和死亡 再次创造了一段佳话 事实上 死球虽然都是垂死之人 但也是有血有肉的 他们本来应该在监狱里受苦 但李世民的善良给了他们这个机会 死球们回家与家人团聚半年多了 交代处理好后事 这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 他们不敢再要求更多的好处 可以说 这390个死球已经够了李世民面子 他意识到自己的人证和感情用得恰到好处 李世民虽然他表面上没有表现出来 但内心其实很满意 于是下令将390人全部特赦 让他们回家 事实上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手上沾满鲜血的杀人犯 李世民为了一时的满足而无罪释放他们确实有点武断 但这也体现了贞观之志的特点之一 那就是人情 但这对于死球来说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他们大概不会再发动袭击了 毕竟这涉及到皇帝的信任感 而这些死球的行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了 但李世民的以德劝人的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 李世民作为一代贤王 他的成就是空前的 无与伦比的 他的大胆让他毫无顾忌的人词 只有李世民有勇气用这种方式检验自己的政绩 回过头来看 其实规律和情感是相互依存的 只要我们掌握了一个学位 其实一个帝王 开创盛世并不难 困难在于许多帝王对自己的统治缺乏信心 并且过度依赖权力 关注我 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